明代的故宫的后宫的东西六宫 其实用他必要的单调 也为故宫继续展开着 他那东西横向的飞翔的翅膀 假如朱棣的目光还能够穿透 他穿透到故宫最北的清安殿 就是供奉道教大神 真武大帝的殿堂 他被大明帝国奉为战神 在清安殿的两侧 也向东西方向伸出了东七所和七夕所 其实他们和清安殿在一起 象征的是北方天空中的群星灿烂的星辰 这个七所其实每一座都是实用的宫殿 每一所都是前后三进院子 架在一起大家想想看 十四个三进院子 可以用来居住后宫居住不下的人们 清朝它是用来居住皇子的 嘉靖皇帝从湖北来的 他不是长在深宫的 他也会多少带着这种正常的一个民间的一些趣味 他会去把这个前清宫的东七所 西七所 把清安殿两侧展开的 像北方天空中的星辰那样的宫殿 翅膀般的宫殿 他改成了东儒所 西儒所 剪了两个 应该就是剪成了御花园 因为本来对于故宫来说 花园应该在外 他不需要在自己内部再去做花园 但是嘉靖皇帝做了 把这个翅膀改短了 后来到了乾隆皇帝的时候 另一方面我们会说 清朝的皇帝已经很对得起故宫了 或者说清朝皇帝不欠故宫 因为他们毕竟没有像朱元璋 对待元代的宫殿那样 没有任何理由 我就先给你直接拆了 但是他们多少会进行一些改建吧 所以清朝所做的那些改建 比如说乾隆皇帝 他就在清安殿的西面 就是乾清宫 西七所 当时剩了西五所 上面又去拆改 差不多把西面这个翅膀给改没了 就是现在的剑福宫花园 但是朱棣当时他看不到这一天